现在花莲富凯大饭店这边的填土作业呢 规模已经越来越大了 而且高度也已经触及到第三层楼的高度了 那么他们今天的目标呢 就是要填满三层楼 大概是八公尺左右的高度 才足够来支撑后续的进行拆除作业 那旁边的销波块呢 其实呢也现在也已经增加到了59块 也是为了防止这些土堆 可能有松散的一些情况 但是呢今天受到封面影响 花莲地区还是下着雨 那他们也说了 其实这个会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 因为在这些泥沙河床要运进来的时候 可能河床有一些泥沙的情况 所以它在运行的时候呢 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那送进来之后呢 这些怪手要作业啊 下雨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视线 这些呢都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作业进度 但是呢他们说只要雨不是很大 没有大到会影响安全的话呢 现场的作业是不间断的 会继续的来进行 那如果都顺利的话呢 预计可能在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 会先开始来进行试拆 那么拆除的这个顺序呢 可能就是从靠近中山路这边的最顶端 尖角这个地方先开始拆看看 如果一切都OK的话 现场也会有一些监测 并没有 大楼并没有在位移的话 也会持续的再拆下去 而现场的作业呢 都一直在持续进行当中 所以现在整个中山路都还是封路的状态 那今天呢花蝶已经开始上班上课了 所以有一些业者呢 是现在今天是有开门的情况 像在我旁边的这些伴手礼店呢 目前呢是有开门的状态 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正式的对外营业 而是员工来进行一些东西的整理啊 还有产品的赶快运出去 因为这些食品呢 其实是有保存期限的 所以他们趁着还新鲜的时候 先把它运出去 可能运到其他门市 或是进行一些利用 看是要捐助出去呢 还是送给其他人 那这些门市呢 现在呢都只有工作人员 在门店里面进行整理 那其实在旁边还有一间彰化银行 也是花莲这边唯一的一间彰化银行 今天也是正常营业的 因为彰化银行说 他们其实整栋大楼建筑 都是非常的安全的 所以呢他们今天还是有 正常的对客户来进行服务 但是呢他们也提醒客户说 如果要来到这个地方的话 是用尽量是用步行的走进来 走到这个旗楼里面 并不要影响到中间的中山路 道路上面的一些作业 而现场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砂石不断的在运进来 所以他们也提醒大家说 如果要停车的话 也尽量不要挡到这些动线 避免影响到整个的拆除作业